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机器好与坏都要完成动作才是优秀运动员 我们都知道器材的弹力有一个正负值 2011年日本东京市井赛器材比较软 都弹到场地外面去了 而且所有的器械都是国际体联验收合格的 这次的中国器材欧洲运动员反应有点硬 但也都是符合体联的标准 周凯说道 此次都哈体操市井赛 使用的是中国制造的碳砂牌器械 和平时日本所使用的器械相比 反弹力要低 选手们因此不适应 用日本媒体甚至至于国际体操联盟 为何要用中国产的便宜货 而且还可能将在2020年奥运会进行使用 日本体操队教练甚至还找借口着 这次失误是因为赛制和日本不一样 平时都是两个半小时的比赛 而这次要在一小时40分钟内结束 选手们很不适应等等 东小麦